謝謝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觀念大早 主席我想請主委 謝謝 請曾主委 主委 是 剛剛還在談省水的問題 你說你每天都要洗澡 一次都不能切 那你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省水 這個觀念 比如說很多的洗滌的用水 可以重複使用 比如說在部分洗臉之後 可以把它留存下來 可以來用來沖 澆花 澆花的沖馬桶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還是你上廁所的時候 比如說水龍頭要五秒鐘 你就把它節省為一秒鐘 其實最重要可能是 把它更換為省水馬桶 那會比較徹底 徹底落實 那你對於省水的話 你有沒有找精算師來算一下 可能比較沒有做到這麼精密 謝謝 你應該要找精算師來算一下 因為這個都是商業的利益 人民的節水 這個是很需要的 因為現在缺水嘛 你要帶頭啊 是當然 對不對 那我在這邊呼籲你找精算師算一下 好不好 算哪一個部分 算節水啊 是 是 對不對 我們如果說金管會的話 很多事情都要找精算師來評估才正確嘛 是 對吧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主委 我再請教你 最近的股市啊 散戶不進場 是什麼原因 第一個 其實我認為是第一個 它現在已經將近9600 這第一點 第二點大概整個 它怕美國升息 那外資會撤離 有這麼一項不確定藝術存在 那現在我們的散戶也很聰明喔 當然 看這個整個那個經濟的一個態勢 它也不進場了喔 以前菜籃子是笨笨的喔 那現在就變得很聰明喔 是有精算師在教還是怎樣 還是頭顧老師在教 基本上金管會是過去多年來一直在推動金融交易 那我們也真的希望所有突出大眾 對金在投資的時候有這方面的專業 那主委你認為說我們股市會破萬點的話 這些散戶應該要大力的進場才對啊 你應該要帶動啊 我們報告其實 還是不管不介入 我作為一個主管機關喔 其實我們希望把這個制度建立好 非常歡迎各方的投資者進來投資 好 那個主委我在從你的報告書裡面看到 你說有金融創新的策略啦 就是說建構多元的金融化的商品 那你時程你這邊寫的是說要12月 今年104年的12月 但是我記得我上次 上個禮拜 在這邊救教你的時候 你跟我講的是六月份 那為什麼又慢了六個月的時間是什麼原因呢 謝謝委員的指教 因為我們這時程是寫的最慢的 那因為比如說推動雙幣 ETF人民幣匯率期貨等等 有些 它那個項目很多 陸陸續續 在這一年都會推出來 那 又延了六個月的時間 最後 12月以後就不會再延了是吧 因為你上次跟我講是說 六月要上路嘛 是 那現在變成就12月上路 就延了六個月 那你的騎程又變了 是這一次就講定了 就不變化是吧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也沒有變化 因為這裡面的產品很多 那陸陸續續會在年底前推出來 所以我們把那個騎時程寫到年底 但基本上 從這個月陸陸續續開始 都會有新產品能夠推出來 好 主委我再請教你 中國證監會說要台互通 你覺得可不可行 我看到外電報導 是大陸證監會的國際部 齊兵齊主任在哈佛大學的演講 這第一點我看到的外電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不是有確實要推動 要進一步透過來相關的 那主委如果推動的話 我們會不會第一個有沒有 對股市是有好處吧對不對 第一個要進行評估 第二個因為 第二個風險在哪裡 對 國安在哪裡 沒錯 國安問題在哪裡 你們有沒有考量 是 所以我特別提到啦 要不要台互通 必須全民有共識 那你是準備迎接他嗎 還是在原意 現在到目前為止沒有進一步的評估 沒有 沒有進一步的評估 沒有 但是我從你的報告 那外來是說我們會有台心通 是 然後那個報紙有出來是說 還有台日通 台英通 台德通 就是國際化啦 是 那你認為 這個重點就是說 資本累積 對於資本累積 有沒有幫助 跟委員報告 整個資本市場 國際化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 比如前流動了 所以我們 非常謝謝證交所 李董事長 因為證交所提出來嘛 對 那你們既然要這麼做的話 那現在的階段 跟你的騎乘要多久 你們有計畫嗎 跟委員報告 跟新加坡的部分 基本上7月底以前會完成 所以這個是比較確定的 這第一點 跟日本的部分 年底以前會完成 所以 只要偏向先ETF ETF的部分會先行 那 英國跟德國不還在談 好 主委 現在股市已經接近萬點了嘛 大家都看到了嘛 對不對 那利多的政策 應該端出來嘛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金管會的主管機關 是希望建構一個透明 有效力的交易市場 那你現在最怕的障礙是什麼 最怕的障礙 嗯 沒有 因為怕是萬點這個夢 如果沒有達到的話 那到底要如何 基本上喔 基本上 不確定的因素是怕美國生息 這個比較 怕美國生息 不確定的因素 那聯準會已經有講 可能在6月份要生息 應該都知道嘛 所以也就是這兩天 主委應該我們國內應該還有一個障礙 是 央行啊 現在 在悄悄的 在回收油資啊 可 那個什麼 央行上可轉換定期那個 那個存擔啊 或者說 他把那個 那個那個收現金回去 你知道這件事嗎 央行今天副總裁應該也有來嘛 他們應該有這個作為嘛 是 啊這個油資收回去了 那你要怎麼辦 呃 這部分涉及到央行的貨幣政策的問題 呃 儘管會充分尊重 但是 彭總裁說 他我們不必跟著美國走 所以他這個作為 那油資在收 那你說 怎麼辦咧 那基本上跟委員報告 其實 呃 我相信 央行的貨幣政策 他 在做相關的執行 我們充分尊重 但是跟您報告 其實國內的資金啊 還是非常充沛 如果他在6月提前升息的話 那這樣對台股的影響不大嗎 呃 影響會有 但是我相信 還是客服 還是客服 呃 因為國內的資金還是非常充沛 那你這樣在做 他在收油資 那怎麼辦咧 呃 因為央行 他在有關的貨幣政策 他會去考量 整個全班的經濟發展情況 跟物價上漲的情況 所以說 你們不會要去溝通嘛 三漲嘛 齁 你也是其中一漲嘛 是 對不對 油資在收你怎麼做 主委我再請教你齁 我們現在是開發中 我們現在台股是開發中的市場 對不對 是 那 那我們要不要晉升為已開發中的市場 這個跟你們 如果我們正式晉升為已開發中的市場 好處在哪裡 呃 晉升為先進國家的立場 他 外資的配的百分比會更高 那會有更多的外資進了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推動 揚升股市揚升方案的重要目的 讓我們的整個基本市場能夠upgrade 能夠升級 主委 我還是在跟您講啦 如果我們要以 把這個我們股市已開發中的一個市場的話 要建立啊 境外新台幣的市場啦 這個也是央行在管啦 不清楚央行到底是如何啦 第二個 你外資交割的那個期限啦 我們平常我們是兩天 如果有做的話 以後跟外資一樣交割一天 這個是大家樂意見到的嘛 那另外一點 我們要改善這個身份啦 認證的系統都要做嘛 對不對主委 對 那這一些也是央行的事情嘛 有兩件是央行的事情嘛 所以說 你們應該也是要跟彭總裁溝通嘛 他也是三長之一 你也是三長之一 要溝通嘛 股市才會活絡嘛 對不對 我們要邁向已開發的市場才對嘛 是不是主委 各位委員報告 靜管會 尤其我個人跟彭總裁 有非常好的互動跟溝通 那就是沒有障礙囉 沒有問題溝通沒障礙 喔這樣子喔 是 那你因為你今天是股市提升方案嘛 那我是怕說你一個人在唱高調 其他的部會的那財長不配合 那怎麼辦咧 會跟張部長溝通也非常順暢 非常順暢 是 好 那我們樂意看已開發的市場 到底長得如何嘛 好不好 是我們 那主委我這邊還有一件事情 再請教你 剛剛也有委員問過啦 齁 就是說台灣金融股太便宜啦 主委 我知道 你是金管會的主委 對股價市場的反應 股價個股產 產業各產業的個股 你應該不要干涉嘛對不對 是 你是集外人嘛對不對 是 你是角色有錯 有錯亂嗎 還是怎樣 因為 臉書上寫得很清楚說 台灣金融股太便宜了 還跟你說主委加油 那這個網友是 他的名字叫 火鍊 我們台灣人會說火鍊你知道嗎 是 叫做火鍊 就這個名字 那 那 主委你這樣跟他 因為 你是三長之一 你的一言一行 我們都非常在意的 是 大家都會很 很專心的 看你在發表什麼 那個 好 謝謝 我們下次這個用詞 小心一點 謝謝文英指教 如果這樣的話是意圖 影響股價 其他產業股會不服氣 是 是 謝謝文英指教 對不對 然後 那主委 我再 一件事情請教你 一分鐘給我一下 聽說營養股的集長不開心 不會不會 他天天很開心 他說他為什麼會不開心 營養股集集長為什麼不開心 所以有一些 他受訪的時候 所以有一些 中小企業 有一些八大行庫 靜價 消價 來爭取業務 利利降了兩三趴 這八大行庫 這八大行庫的 我們是 我也是股東 大家都股東 你是大股東 他們所有的 在座都是股東 八大行庫 在座都是股東 因為是國家的 對不對 那既然是國家的 那為什麼有一些公股 怎麼是要消價呢 那這樣不對嘛 主委 跟委員報告 聽說我們集長很不開心 你怎麼可以讓他不開心 應該要讓他開心啊 好我們等一下讓他開心 那那那那 好等一下讓他開心 那主委 我也請他上來咨詢他就開心了 真的喔 不是我因為我沒時間 那個主席一直在看我 那我要再跟你講一下 你們要去 主委我最後一下 你們要去查 因為他 他先天他來的 他的成本就比較低嘛 跟委員報告這個 對不對 他可以這樣兩三趴 開玩笑 老任市長 這個你要查 跟委員報告我們 呃 網局長 檢察局局長就知道了 我們 呃這個有在 查說 他說網的時候說他很不開心喔 他很不高興喔 集長講的喔 是是是 那既然是這樣子 因為這八大巻庫 八大巻庫 我們大家通通在座 我們通通都是股東啊 那我們我們潛意維護啊 怎麼可以削下兩三趴 是 所以你要查主委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二位